弹击和推击 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的问题 第一个弹击是在主动进攻时运用的比较多 主要以前臂手腕碰球的时候 咱们顾名思义弹出去 那么他这个球在球板上停留的时间非常的短 对方很难判断他的落点 因为弹出去的说实在连自己弹到哪去都不太清楚 都自己都不能掌握更何况对方了 这是一个 推击的技术主要是在于防守的时候运用的比较多 或者是在相持的时候 就是主要以戒力为主 不是主动进攻是运用的 那么他接触球的时间 在球在球板上停留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 咱们现在说的是弹击 是这个感觉 是弹击 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弹击的这个技术运用的不太多了 横板尤其是横板不太多了 现在是推击 来 这样是推击 弹击是手腕运用的比较多 弹 这是弹击 好 再来 弹击跟加力推两个是有根本的区别 弹击是属于进攻型 进攻型弹击 主要用前臂加手腕 这种接触球的突然性 敲打 敲击他 推击是主要以防守或相持当中用的比较多 推击接触球时间相对比较长 相对比较稳定 因为人家球过来了 质量会很高 你再弹击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瞎打 你只能是控制住它 推过去 推过去的时间 接触球时间越长 咱们知道 这个球就越稳定 弹击的好处在于 弹出去的球 突然性非常强 但是随着现在这个旋转的加强 弹击起来的稳定性就不敢保证了 横板直板都一样 原来咱们弹击用的比较多的是正胶和声胶 对下旋球这般的弹击 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 这个现在冰击的发展 这个颗粒的选手是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的这个技术 运用的人不多